每天運動, 身體好 這個道理你又知道嗎? 我知道…不過做得到就比較困難 懶惰, 不太想做 做了一個星期五或六天 還有這樣的精神體力去做 其實挺奢侈的 經常坐著不動 身體和情緒越來越差 胖到二百多十磅 血管快要生失了 肚子快要撐爆 肚子快要撐爆 一星期一會, 我會回家 想生病也不能生病 但現在隨時會生病 你一收工的時候 你就想完全不用腦子 做一個廢人 可能那一刻的快感 令你覺得很舒服 但長遠下去不是一個好的律師 所以就會想改變 香港人生活忙碌 大人、小孩怎麼才能多動呢? 現在是下班了, 七點多了 回了一日工作 下班其實很開心 最好就是去吃好東西 叫做慰勞一下自己 38歲的Katy做文職 睡早上十晚七 下班之後經常自己都會去吃甜品 這裡每一款她都吃過 她說坐在舒服的環境吃東西 可以減壓 有時在這裡一坐就是兩個小時 玩一下電話, 看一下書 這些才是Quality of Life 典型的港女生活模式 那…小知港女吧 吃完又會有點guilty 吃完又覺得, 我又加了多少 不知道的卡路里 不管那麼多了 但是…第二天才算 在寫字樓坐了一天 她放了工 繼續在有冷氣的地方活動 除了逛街 她最喜歡就是去夾娃娃 好, 室內冷氣環境 又不用風吹雨打 又不用出汗, 又可以開心 又有禮物收 這樣吧 不過有一樣不同的東西就是 燒錢 Katy說舒舒服服不辛苦 是她生活的原則 平日回家 有地鐵站走上樓梯 不用五分鐘就回到去 不過她說一年最多走兩、三次 雖然你看到我的房子 但我是不會走上去的 可能我很懶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 是很容易的事 我又很不喜歡出汗 有一點汗, 黏黏黏的感覺 為了不用出汗 她每次都寧願付錢乘的士 駕車繞個彎, 半分鐘就到 不過她覺得很值得 賺錢做甚麼呢 就是要用來洗的 乘的士都是為了舒服一點 雖然我知道只是一條斜路 但是不願意走就是不願意走 她應該要戒片 不過現在我沒有空 每個小時問她 那就跟她進去吧 除了上班 Katy還要照顧三歲的兒子RayRay 她是單親媽媽 兒子半歲的時候前夫搬走了 現在一星期有兩晚 婆婆會幫忙照顧 其餘的時間就是自己照顧 現在先玩一隻小的 大一點 這樣嗎?發脾氣嗎? 發脾氣, 媽媽不理你了 你先過來我 不開心, 是不是? 媽媽知道你不開心 她會欺負我的 很多時候都要跟她在這裡拉腳 她很活躍 是, 兒子真是辛苦過上班很多 尤其是我是單親媽媽 更加要看得她確實一點 一個人跟兩個人看已經差很遠 是沒得鬆懈 兒子辛苦 有時間她都累得不想動 但是越不動就越肥 體重超過200磅 越來越沒有自信 剛剛這個時候婚姻出現危機 她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宋遠才發現懷上抑鬱症 覺得為何人越肥就越懶 越懶越懶就越肥 後來才知道是抑鬱的 醫生說因為這個病 導致我很難有動力去做任何事 我是被拋棄的那個 前夫也是嫌棄我肥 她有問過我 你可否為了討好我 以她這麼肥 我便回答了她 我很理性地回答她 我說 不會 如果我今天為了討好你去減肥 他日你嫌我老的時候 難道我去拉皮嗎 24歲的Alan 這一天跟朋友吃東西 她說每次工作壓力大 都會去大吃大喝 最喜歡的就是吃拉麵 還要加底才滿足 我覺得吃下去很幸福 你吃了很好吃的東西 從未來吃下去 然後腦子已經好像很開心 從剛進來之前 還覺得很睏 吃完現在馬上精神了 頭一口湯 好像有一個好的狀態 謝謝 十分鐘吃完一碗 她再叫多一碗 通常吃一碗不夠滿足感 一次打馬來 我在日本 好像九天裡面 就吃了十七碗拉麵 但是我還有吃其他東西 正餐是照常吃 吃T的時候就吃兩碗拉麵 吃到每天都要帶著胃散 吃到很痛 然後我吃胃散 等自己中和番燒化一下 然後再吃 步飲步食換來即時的快感 不過代價就是體重大增 她從幾年前70公斤 到現在82公斤 肥到頂住自己 開始肥仔波了 所以朋友都笑我 再吃多一點就要買胸胃 對,然後夏天生禮物 就買個胸胃給她 這個就是中一開始玩的時候 第一把劍,買的劍 到現在都仍在 以前是劍擊運動員的Alan 都曾經很健碩 她入過香港體育學院訓練 大專系校隊 不過出來做事 她就沒有繼續 只是兼職在中學教一下劍 她說有一段時間 很想重頭劍擊界 不過三年前 爸爸突然肺癌過身 她為了養家 唯有把運動擺在一邊 以前是我爸爸 作為家裡的經濟支柱 變成我開始要開始 都要take up 特別是她 臨走之前也有跟我說 就是靠你了 靠你了 所以很多時候 我想回她的畫面 知道自己 做人不是先做了你喜歡做的事 而是先做了你要做的事 變成劍擊那個 poverty 低了 因為我顧慮多了 西偉去年的報告顯示 全球有超過四分一成年人 相當於14億人都缺乏運動 香港就有政黨調查發現 兩成的市民完全不運動 Alan是外展社工 因為要接觸年輕人 一個月要回四五個心宵 即是晚上十點回到第二早六點 她今年轉了做網絡外展 時間好了一點 不過仍然要輪夜間 最晚凌晨兩點下班 經常日夜顛倒 又抽不到時間做運動 她不止越來越肥 健康也都差了 身體越來越差 Alan決心重拾運動的習慣 這晚凌晨兩點下班 她選擇不去吃宵夜 而是去出身汗 以前可能快點回家 喝兩罐啤酒 加快點 但真的不行 希望可以做一瓶 代替了一些不好的習慣 回家睡不著 在家裡把床錄手機 不如出去做一瓶吧 這間是二十四小時健身室 會員可以凌晨來做運動 這個模式在西方和南韓特別流行 近年香港也引入了 吸引不少夜鬼參加 Alan說有了這類健身室 他再沒有藉口不做運動 不會做, 隔著這麼關門 所以明天才做 上班可能有些事情就是你迫著 一定要做到的 但是做運動沒有人迫你 就是你自己對自己負責任的 所以你也要像自己的老闆一樣 逼自己 一定要達到今天的目標 做了健身三個月 Alan說體重還沒減輕 不過起碼就沒有再重 肌肉也開始出來了 他覺得自己不僅身體強壯了 人生態度也不同了 心理上, 心強了 面對很多的壓力 不會那麼害怕 也不會那麼抑鬱 不會那麼容易受打擊 因為就像你做健身一樣 重一點就再舉 舉多兩次, 你又舉到再重一點 我本身在用5K做熱身 我現在可能在用15K做熱身 看到自己的進步 你會打擊馬鈴滑, 就像你做潛水的 我會這樣做, 我會這樣做 那有什麼關放過 你會這樣做 你會這樣做 你會這樣做? 因為我每天都做運動 會跑回家那一支 這些都算做運動 我現在連走一步都不想走 我寧願抽多點時間來分數 我自己也想, 媽媽也想我成績好 所以我就傻死不經常做運動 大人要運動, 小朋友更加需要運動 想小朋友多動一點 學校有什麼新的招數呢? 打工仔這麼忙 怎麼把運動融入工作裡? 下一節再看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大人、小朋友各有各忙 想健康點, 動多點, 可以怎麼做呢? 十三、十四、十五、十 十歲的希童一向浩動 不過升上四年級之後 學業壓力大, 少了時間移動 病假也請多了 他這一天在家做體育功課 完成指定動作 可以在體育考試加分 可能媽媽覺得我們班的同學運動量太少 所以我們多做一些運動 每天做一點, 做一點點 這樣好過沒有做 這樣多流汗就不會那麼容易有病 他讀的小學幾年前推行體育功課 四至六年級的學生要連續一個月 每個禮拜做兩次 家長有責任督促進度 氣筒不時都會跟媽媽一起做 家裡有一個親子的活動 也不錯 做我們的家長很配合學校的東西 可能我們會說今天真的累 或者出家夜了也會堅持 你要教功課 好像這個是責任和承諾 都會一起去做 馬老師早上 我很想跟我坐下 為了鼓勵學生動多點 希童的學校今年添置了一批升降台 學生每課要站五分鐘 我動一下就沒有那麼死巴蛇坐在這裡 如果整台坐在我身上 有時一站在身上會在臭勁 所以我喜歡有時會站起來 這一代的小學生 學業壓力大 對螢光幕的時間也長 有研究顯示 兒童處於靜坐狀態 佔了每日清醒時間的六成半 甚至長達十小時 坐下來會增加小朋友患心血管疾病 和高血壓的風險 還會影響認知功能發展 和學業成績 我覺得在這裡站起來很舒服 我覺得薑骨比較舒服 然後坐著坐著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比較喜歡坐 除了站在這裡上課 他們下課之前還要做一分鐘的伸展操 這一個是和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體育運動科學系合作的實驗 全校只有四年級這一班用升降台 對照其他普通的班別 測試一下用升降台 是否可以提升體能和專注力 這間小學是全港第一間試行升降台的學校 負責研究的沈劍威教授說 澳洲同類研究發現 用了升降台的小學生 身體質量指數 即BMI會下降 以為會縮小兩厘米 膽固醇和血壓都會低一點 小朋友是天生喜歡動的 我們人都叫動物 動物是什麼? 動,即是動的物 如果你叫牠死物,牠不喜歡 為什麼小朋友不動? 可能牠小時候在梳化跳來跳去的時候 家長叫牠不要亂跳 學校老師就覺得 你不要動,上課 我動來動去,我阻礙我的視線之類 漸漸覺得不動 那墮性就很強 慢性疾病那些全部都會因為這樣 就會出來 令成長不達到全面的健康 學生哥要動多一點 打工仔同樣需要 我們做IT,可能要用腦很多 不僅身體上累,其實精神上累 這時候要放鬆一下的話 其實繼續放空一下 我很喜歡突然來這裡拉筋 或者做一個倒立 令到我沒那麼累 然後我就可以投入回去工作了 27歲的Teresa 四年前創辦這間網頁開發公司 辦公室放了運動用品 鼓勵同事做到累就動一下 他說做這一行長期對著電腦 經常肩頸痛和頭痛 他三年前學了瑜伽 覺得幫助很大 就帶上瑜伽墊 有空在公司工作 慢慢在這裡 凝聚了做運動的風氣 想要些什麼? 雅琳,我們看看擺哪個位置 公司快要搬 他們打算在新的辦公室 劃出更大的運動區 添置多些體育用品 Teresa說運動友善的工作模式 是世界潮流 真的要買些什麼? 工作也有八小時的時間 其實多加一點生活元素 其實對他們不是一件壞事 工作生活平衡很重要 你也要適當地放鬆 還有有健康的身體 之後他工作的質素也會更好 之後就可以找到更多客人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勝利的情況 走了 走了,來來來來 單親媽媽Katy有抑鬱症 一向沒有動力移動 最重的時候超過200磅 有次兒子RayRay在遊樂場 被其他小朋友欺負 他開始擔心自己的體型 會連累兒子被人笑 以前上網看過一些文章 如果小朋友的父母是比較出眾 他們其實之間都會比較 都會說我媽媽是怎樣的 我自己就接受自己的身形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兒子如果將來會被人笑 我不想成為兒子的婦女 胖不代表沒用 如果有小朋友照她媽媽胖的話 她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別人 我媽媽很擅長 她決心挑戰自己 在朋友介紹之下 參加線上麻拉松 賽事沒有具體的路線 報名之後只要在限期之內 累積跑夠指定的距離 隨時隨地跑都行 每次將跑步理數的紀錄 上載到網站 達標就有獎牌 我是想挑戰自己的 機緣巧合朋友介紹的是 一個跑步的運動 又想改變的就試試吧 她從來不動 到現在每天午飯的時間 就去公園跑 每次完成5至7公里 她說每次要跑都很掙扎 不過為了拿獎牌 她正在咬牙關堅持 想有些改變 有改變就要付出 我們是普通人 不是偉人 沒甚麼機會做甚麼大事 可以去改變別人的看法 或者令到兒子覺得很驕傲 但我覺得我願意去改變 我作為一個媽媽 可以以身作質告訴她 她聽你是可以的 你是可以打破別人的看法 Katy第一次參賽 本來的目標只是銅牌或銀牌 想不到28天之內 完成到200公里拿到金牌 當時全港1200個跑手 只有38個女性拿到金牌 是喜出望外界的 這個金牌 我覺得自己第一次參加比賽 有這樣的成績 已經很驕傲了 做到第一次就有信心做第二次 Katy過去九個月平均每個月跑200公里 還慢慢由線上馬拉松 到參加正式的馬拉松 儲了一大堆獎牌 她說曾經因為婚姻破裂 沒有了自信 跑步令她從谷底上回來 我以前經常覺得自己沒甚麼用 信仁一籌 但原來我也可以有一些紀錄 真的用血汗換回來 辛苦的成績 將來留給兒子看 證明媽媽曾經努力過 是可以值得她驕傲的一個人 的一個憑據 希望她們也珍惜她們 1、2、3,Go,追我 跑了九個月 Katy瘦了50磅 跑步現在還變成親子活動 她們一有時間就下來運動場跑 每個星期跑兩、三次 兩母子的感情也增進了很多 以往可能我們只是走商場 買玩具 全部都是很密集的東西 做運動後 其實多了一些天然的東西 是不需要用錢買的 多了一些不同的溝通方法 例如身體的接觸 一起出汗 跟以前就這樣在家玩玩具的日子 是不同的 運動帶來汗水 亦帶來快樂 她說跑步解決不了人生的問題 不過就令她有勇氣面對人生 謝謝你… 你一輩子如何過是你自己選擇的 做運動沒有灰色的 要麼動、要麼不動 就像人生一樣 要麼逃避、要麼面對 我勇於走出這一步 也勇於去面對 我做了運動後 有信心會更加好 日子會更加好 做運動後